很多人也许还不知道紫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其实紫菜是先在贝壳上育苗 育苗成功后再采集到网莲上 把网莲运到海上养殖了 11月份紫菜可以采收了 经过初级加工 我们的投水紫菜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咱家的投水紫菜了 投水菜的颜色发暗沉 普通的颜色偏浅 投水菜的口感会更鲜一点 这种的话就口感会很淡 今天叫大家做一个家庭版的海苔 我们在紫菜上面刷上一层芝麻油 花生油也是可以的 反面也刷一层 撒少许盐 撒上一层白芝麻 放入烤箱 上下馆100度 大概15到20分钟即可 好香啊 就是有点太烫了 看一下绿油油的 这个我们给它凉一下 我们烤成这种 你看脆脆的 凉透之后就可以吃了 紫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以及多种维生素 极微量元素 也叫做神仙菜哦 尝一口 一个字 下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